非常開心喔 好慘喔 真的五個 你都沒有開心 有一個一直黏著媽媽 他跟他後面那個 是誰啊 喔 你們同班喔 你跟他聊天 快 他都不跟我講話 你跟他講話 欸 你笑了 都會在一起就笑了 然後跟冠叔叔教練 冠叔叔對不對 沒有 糟糕 請問報道要 今天要入學對不對 對 今天轉學生 我看一下 OK 你今天入學的年級是六年級 然後剛好這兩個同學 是你的新同學 這同學喔 分同學這裡先坐一下 他們看完我可能也覺得很乖 是 這叔叔阿伯 怎麼跟他們一起 但我還是試著跟他們聊 這一個彩色筆 因為新的 是 還記得是什麼 感恩 那個 感恩 你怎麼知道 你偷看真喔 對 所以不跟你看了 他就是讓你在書寫的當中呢 讓你的生活更多采多姿 品格的那個課程我倒是滿喜歡的 我一直說五玉並做好像沒有特別 強調這個德跟群跟人格培養 但今天上課就有了 重點是我還在黑板上面看到 類似怎麼面對失敗 這個東西讓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讀書 每個人都叫你怎麼功成名就 要當個成功的人 沒有人告訴你怎麼面對失敗 那其實人生當中十次大概有九次 或八次都是失敗的 我成功可能只有一次 一台廠廠的粉紅色推車 一切都很順利喔 拜拜 非常開心喔 好慘喔 真的五個 你都沒有開心 有一個一直黏著媽媽 他跟他後面那個 是誰啊 你們同班喔 你跟他聊天 你跟他聊天 快 他都不跟我講話 快點 你跟他講話 你笑了 跟他一起就笑了 然後跟灌叔叔 你灌叔叔對不對 沒有 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親去灌叔說 長大要讀建宗台大 然後當醫生 我一直到現在已經四十幾歲了 我還是 還是時不時會想到我父母親 對我的耳體面密是這樣 然後來這裡看到這些小孩子 他似乎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種純樸是我 如果人生能夠再一次 我還蠻期待 可以有他們這種 很無邪很天真的 的童證這樣 至少我想我回去 能夠多一點話題 跟自己的小朋友溝通 希望這兩天 找到的一些東西 能夠延續未來兩天 甚至兩個月 或者兩年 我覺得這就已經很不容易